你知道印度最嚣张的动物是什么吗 据说在印度这种动物就像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仅不用给农民帮忙 甚至还没有人敢动它一根汗毛 也就是由于这一情况导致这种动物 已经繁衍到了三亿多头的数量 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什么呢 它们为何会享有这样的待遇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萌生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其实印度这种生物就是牛 在咱们国家从古代的时候开始 牛就是农民下地劳作的时候的好帮助 它不仅可以帮助广大的劳动者 耕地 离地 播种 甚至还可以花忙拉货 除此之外 牛肉更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美食 不光咱们国家的人喜欢吃牛肉 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将其作为优质蛋白质来补充能量 不过这种现象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印度的 因为牛在印度非常受欢迎 并且还被印度人奉为神牛 印度所有的居民不光不会吃牛肉 甚至还会在家里养上一头牛或者两头牛 以此来表达对牛的嫌 虽然说这种生物在咱们国家需要干活 但是在印度它们只需要吃了睡睡了吃 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到大街上溜达溜达 而百姓们开吃上路的时候必须要躲着它们 一旦撞到牛的话那可真是大事了 也正是基于印度这种国情所以时间一长 牛也慢慢的泛滥成灾了 众所周知一旦冻泛滥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中国吃货申请出站 不过到了印度这里中国吃货们却退避三胜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印度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 人生活的环境都是苍蝇满天飞的一个状况 而牛生活的环境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印度这些牛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